国际疫苗接连传出了好消息 辉瑞跟德国BNT合作的疫苗 渴望成为全球第一支 经EUA授权上市的新冠疫苗 但是台湾能否买到 指挥官诚实中态度依然低调 说都有透过代理 或是跟原厂商谈了很多家 也包括辉瑞BNT疫苗 而辉瑞BNT疫苗所需要的冷链技术 我们也可以做到 至于明年春节 有台商提出先在中国 集体检验确认阴性之后 再搭包机返台 免除14天的居家检疫 陈时中一口回绝 强调病毒不放假 想过年就要早点回家 这三件事哪件事情最恐怖 莱猪疫苗跟健保 是COVID-19疫苗 因为这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坦言三件产生疫苗挑战最大 因为全球疫情还没退烧 国内境外移入病例增加 疫苗采购是全民关注焦点 而国外药厂接连传出好消息 像是美国辉瑞跟德国BNT 共同研发的疫苗 可望成为全球第一支 经过EUA授权上市的新冠疫苗 还有美国MORENA疫苗 最终数据显示 抵抗新冠病毒有效性 都超过九成 但外界好奇 台湾真的买得到吗 各种不管是有代理的 或是他们原厂 我们都有在谈 有相当的一个进展 但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说算得那么准 我们现在大概抢不到 今年年底的疫苗了 我们明年第一剂的疫苗 可能要快卖光 如果很认真去恰过的话 希望明年在三到六月之间 所以我们可以拿到第一批疫苗 不想话说的疫苗保守 只存掉已经谈了很多家 专家却不怎么乐观 尤其辉瑞BNT疫苗 需要克服冷练技术 是否已经有谱 人员的指导之下 结合我们厂商的力量 那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除了疫苗是个大难题 明年春节台商返乡 又是一大考验 有不少台商 透过落委会跟海基会 希望春节前 能在中国集体检验 确认阴性后包机返台 免除14天居家检疫 很抱歉 我一直在提到 因为病毒并没有 因为过年而放假 所以检疫的时间不可减 病毒不放假 当然也不会有春节泡泡 才过年与家人团聚 最好还是早点回家 最后您的名声 TipleDoo